然后这里的话呢,首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程式呢,它先建立一个array 这个array呢,并且指定给它值 那指定值的部分呢,其实就直接指派给它 就不需要用new的方式建立这个阵列 那我们指派给它的值,里面有12345 所以已经知道是五个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再输入5,告诉它了 如果你输入一个5的话呢,等于是多余的 也就是说它自动会把这个阵列分割成五个空间 然后呢,里面的资料呢,就摆放这五个资料 76493,这几个资料 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要排序的话,可以用到一个 一个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叫arrays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叫sort 只要把这个阵列指定,指给它之后呢 它就会帮我们做排序了 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就不需要在那个 后回圈里面又要再比较 而且后回圈里面又要跟前后做比较 其实写起来非常麻烦 那这边如果你懂得用sort的这个方法 很快就自动帮我们做排序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看一下结果 结果秀出来呢,就是我们直接执行啊 这个是排序正列排序前 就是没有按照规则的 那排序之后呢,它就自动帮我们按照由小到大做排序 那这部分的话呢,我想你们可以先试试看这部分 前面的部分,这个是原来的 原来把它这个输出 输出到这一个 那你会发现这里array用到一个方法 一个tooth3 tooth3就是把它全部都把它这个输出 把它输出 那底下的话就是sort之后的结果 就排序,并且把它print了出去 这个是前半段,就是排序到这里而已 那这里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先建立一个这个 建立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程式办 那特别注意呢,我们引用的就是这一个 Utile这个 电 所有的啦,也就是底下所有的东西通通载入这个套件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duck里面的 那当然这地方你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在这个说印里面的Utile里面 可以找到一个array arrays arrays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方法 那方法里面你往下找 因为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序 那sort可以针对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针对 因为我们是 我们传来 传进来的这个是一个int 所以呢,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针对是sort 针对是int sort 去做一个排序 那这里的话呢,我针对一个 比较 应该是这一个 柱子的排序 那你可以点进去之后看一下 里面呢,它怎么排序 其他细节部分呢,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我想你们试试看 那其实主要讲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各位活用 就是说 刚刚我们前面有一题嘛 就是说 五十八这一个 其题 这里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做 由小到大做排序 比如说我刚刚乱数产生了 有十个 十个 十组号码 十组号码 那我怎么利用这个sort 去做排序 那你用刚刚这地方 如果用sort的话 它也会自动帮我排序 由小到大 由小到大 做一个排序 好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想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把这个部分先练习一下 在六支二十页的地方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 好 来点 我来点 这边 摆 加油 dalam